死者的女朋友 她就是凶手了 加上被害人的儿子也说 爸爸在失踪前有提到 他会到彰化鹿岗 去找女朋友 但却没有想到一去不回了 长相甜美而且受气 算是红牌小姐 她也算是因为工作关系 所以认识了死者 两个人进一步地交往 之后同居了 据说死者每个月 花十万块钱包养她 在物质方面 也尽量满足她的需求 但听说这一对 相差二十一岁的妇女恋 女方的家里并不赞成的 而在南方失踪前 两个人也曾经在朋友的面前 大吵一架 闹到要分手 但最后 南方为什么要特地地 陪着女朋友 回彰化老家一趟呢 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法网回回 书而不漏 这八个字 在我们过去节目当中 说过的无数的犯罪案例当中 都一一地得到的证明 人是真的不能够心存侥幸 俗话说 举头三尺有声明 不论犯罪者 费尽多少的心思 企图去掩盖事实 但终究摆逆一书 总会有一双眼睛盯着你看 而这些人最终 都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正如同今天我们要告诉您的 这起案件 住在彰化的这一家人 他们为了钱 竟然设下了圈套 把女儿的男朋友 从台北骗到了彰化 然后下药迷婚 杀人弃尸 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杀人计划 他们以为只要在尸体上 绑上了重达四十公斤的空心砖 还有大石头 丢到了东罗西里 就可以让被害人 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甚至还迷信迷信地传说 以为用黑色的塑胶钛 去蒙住了被害人的脸 用麻绳 去捆住了被害人的双手双脚 就算真的有冤魂 也不能够回来找他们报仇 而他们就可以放心地 去盗里 去花用被害人的存款 就此逍遥法外了 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 这一连串的巧合 让被害人的尸体 很快地就浮出了水面 他是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经过那边 他一找朋友 回来看到 什么水面有一 好像是娃娃那个 仔细一看不对劲 这个人体附近吸引了 大肆的渔群 有经验的村长当下判断 就恐怕是一具水流失 立刻报警处理 我们拖过去 看能不能解采 在这个打捞的过程 我们消防队的弟兄就有提到说 好像有绳子 好像又绑砖块 那当下我们就觉得说 那这可能就怪怪的 两棵子在哪一块 还有第二块石头 那他们弄很久弄不上了 因为它其中有一棵是 卡在那个泥土里面 它拉不起来 大哥要上岸了 大哥要上岸了 花了好大的力气 终于把人给打捞上岸了 警方从死状凄惨判断 这绝对不是一起 单纯的落水意外 那这棵子一看 他马上就过来跟我报告说 对不起 这个可能要请剑事科 来做帮忙 然后他这个尸体的外观很奇怪 有绑绳子跟有绑那个 黑色那个大垃圾袋 这样有红绳子丟带的 被丢进东西的那一块 被丢进东西的那一块 算是气势还是自杀的 搞不懂的这种 这个可能踏杀 一般我们在外勤有碰过自杀 也是绑石块这样跳 那个很沉吗 很沉 空心砖啊 可是没有像这个尸体的样态 这么诡异 后来媒体有登马 就说什么出事 它死后被人家装石头 把它缝起来 把它丢进去 我说这个想象力太丰富 石头上面有没有索外物 它踩着绳子挡着那个 方块啦 肚子里头被塞满了石头 这个说法太惊悚了 但在死者的身上的确被绑了 重达40公斤的石头和空心砖 消防分队把尸体打到上来 就发现手脚都在捆绑 然后头脚都被套上 黑色大的塑胶袋 尤其在脸部部分 还用了黑色胶带捆绑它的眼口 那在民间的传说就是把眼睛绑起来 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冤魂 回来寻仇 大家都感觉很恐怖 因为这个厚厚很纯朴 我们这里的 我们这里的 不是百分七七十 都是由于政策阴谋为主 所以方总命案 大家会说 要不要怕 手段冷血残忍的杀人气势 竟然发生在纯朴的彰化相间 死者和当地有任何的地缘关系吗 我们打到上来的时候 尸体部分的皮肤都已经呈现溃烂 尤其是脸部都肿胀的不成人形了 所以其实很难分辨 我几乎三天没睡觉 是直到有一天 我刚好去办事情 我就去路口听都说 我就跟妈祖讲说 我就跟他跪 妈祖 我是浦岩乡长 我们这里发生一个冥犯 因为我有压力 所以我就对一个声明说 我是忙碰的 因为他现在水电 他的指纹都很暖起 所以他很难比对他的身份 你有身份怎么找自从门口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他回来故里这样 然后就都很忙 现在跟你讲又忙 真的 真的 然后就跟他拜拜 然后杀个像就出来这样 皮肤溃烂得太严重了 一度无法踩到指纹 最后好不容易 从死者左手的无名指 比对出了一个身份 通知家属来认识 证实 就是失踪两个星期的张姓男子 10月15号那天他就有跟儿子说 他下南部跟女朋友去游玩个两三天 死者都没有联络儿子 儿子就觉得说 怎么 爸爸这两三天下去玩都没有联络 转去问他死者的女朋友说 你爸爸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啊什么 灵女就说 爸爸16号那天就跟他吵架就离开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边 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找他 就装这一户 他们也在寻找 那个死者的中绩的样子 死者儿子当下觉得不太对劲 就去台中报了失踪人口 在报案的隔天 他爸爸的车子找到了 但人却不在车上 BMW黑色420i 双门的轿跑车 在台中市的附近北部那边被找到 他发现这部车的钥匙在车里面 而且门没有锁 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它那个是高档的车 它是晶片的 那个钥匙就丢在前面的那个 一定要把那边 见识的时候也没有在车上 找到任何明显的急证 但是把车子系在这边 台中警方的事后 研判可能是 凶手想故意造成失踪的样子 但是其实有可能是 辱人或是 杀人气势的这个情形 大哥走了 伤害呢 死者究竟跟谁结怨呢 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 要来杀身之祸吧 这个招 听他做什么 他的儿子跟他都说 认为他在做博弈 他在听到有些做人 就是签那个球类 但事实上我们了解 他应该是跟詐欺 这个区块有关联 见当警方全面的清查 死者的交往背景的同时 收到了一条相当重要的线索 死者儿子在报案完几天后 发现他的简讯怎么收到 他的银行账户有提领记录 那这个银行账户是 他提供给他爸爸 也就是死者 作为生意上往来的用途 那怎么爸爸失踪 但是钱还是有提领的记录 有提完卡用他儿子的名义 去开户 他的钱有背离一百六十万 然后他就觉得 是不是他爸被做掉 不管是谁把钱给领走了 这肯定跟张姓男子的失踪 脱不了关系 赶快地把监视器画面 调出来看 经过警方去调查之后 发现提领钱的根本不是死者 而是一两个蒙面 然后戴个口罩帽子这样 这两个女人是谁呢 她跟张姓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就在同一时间 在网路上出现了这篇贴文 死者有人在脸书爆料 死者去年在台北酒店 认识从彰化北上工作的 林姓女子 以每个月十万人包养她 两人同居 但九月十一日 突然有六名男子 声称是林姓女子的表哥 闯进他们的租屋处 说家族不许他们交往 把林姓女子带走 十月八日 他们和死者到热炒店吃饭 林姓女子却突然出现 两人还一起离开 十月十五日 死者说要去鹿港 从此失联 家属报案后 查到林姓女子 拿着死者的提款卡领钱 认为林姓女子设局 找人绑走死者殴打 逼问提款卡密码 再将人杀害弃尸 其实爆料内容 我们有一个大卡的了解 就是死者已经失踪了 那现在警方证实 已经遭杀害了 就是跟她最后一刻联络 就是这女女 所以她就是凶手 叫她出来面对任罪之 那她讲完 我们就觉得她女朋友 就很可疑 因为她最后 会面的是她嘛 知道死者的身份 又知道死者最后接触的人 那我们当然是从她左手 被害人的朋友 一口咬定 死者的女朋友 她就是凶手了 加上被害人的儿子也说 爸爸在失踪前有提到 他会到彰化鹿港 去找女朋友 但却没有想到 一去不回了 而这个女朋友 事后竟然还跟她儿子说 她爸爸跟她吵架之后 就离开了 所以她也不知道 人后来去了哪里 警方听了之后直觉 这个女朋友 她是很有问题的 不过在询问她之前 警方先去做了调查 发现这名名姓女子 她在台北一家 最大规模的 传播公司上班 她的长相甜美 而且秀气 算是红牌小姐 她也算是因为工作关系 所以认识了死者 两个人进一步地交往 之后同居了 据说死者每个月 花十万块钱包养她 在物质方面 也尽量满足她的需求 但听说这一对 相差二十一岁的妇女恋 女方的家里并不赞成的 而在南方失踪前 两个人也曾经 在朋友的面前大吵一架 闹到要分手 但最后 南方为什么又特地地 陪着女朋友 回彰化老家一趟呢 面对警方找上门来 这位灵性女子 她也不慌张 她淡淡地说 她男朋友失踪 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 她也急着在倒塌 其实在这个整个案件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 他们都蛮镇定的 然后带回来之后 我就问她说 你知道我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吗 她就就是一副 很不以为人的说 就是我男朋友失踪的事情嘛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不牵敌 我就不跟她讲她死了 你跟她是朋友嘛 好像她儿子说 你是她女朋友 然后她好像有来找你了 然后她儿子说 她16号去联络了联络不上 到底怎么回事 她其实没有找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其他 其样是有涉及刑案的 所以还是借由我们那个死者儿子 去问她爸爸女朋友说 爸爸到底在哪边 那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 才会离开的 那灵女就是装作一副 很无所谓说我不知道 她跟我吵架 她就离开了 你为什么要一直问我 我也很烦 我也很着急的找她 三十岁的灵性女子 面对警方的讯问 她从容冷静 她一口撇心的关系 而警方也不急着咄咄逼人 我说你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你坐酒店 那你这阵子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去年的五月就很严重 有到三级 然后她有讲说 我们的经济 会帮我接外面的 我们类似那种 私人俱乐部 或是招待手的案子 我说那这还不错啊 这个林小姐她其实以前打扮的 是蛮中性 头发短短的蛮中性的 但是后来因为她 因为要上班 所以都要把头发留长了 基本上看起来的话 不了解的认为说 她真的是很 长得蛮漂亮的一个女孩 整个台湾有 只要有信息她都会接 基本上在疫情期间 哪里有钱上她哪里就去 就跟她聊说 她 你跟她认识多久 怎么认识 酒店认识 朋友 那你最近什么时候看到她 然后她说 就是15号 他们在台北一起回来 她就自己先讲 她讲说 那16号呢 我们就去哪边 然后去跟家人去海边看夕阳 然后就她就 她就自己讲一套 林姓女子三年前 北上酒店工作 起初维持像这样的中性打扮 业绩并不好 在友人劝说下 戴假发为整形 凭着高颜值纤细身材 从此以泡而红 才因此认识了张姓男子 她这个男生51年次 她看起来是不会很老 但是我觉得她的物质上面 有给女数据很大的方便 包括钱 包括买什么东西 买包包 因为听她弟讲说 好像她之前买什么包包 后来都在她妈身上出现 据说两人在交往期间 张姓男子每个月 花10万块钱包养林姓女子 还买了一辆200多万元的跑车 帮忙付了头款145万 但后来也是为了钱 越吵越凶 吵架说好啊 为了可能当下气氛说 我车子要过 我怎么样 我要把我车款 车子买林姓的名字 带款用林姓的名字 带145万 但钱是 车子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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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也要开 车子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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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是我们女朋友 我保护你台带 不败你的名字 你要加菜了 当然要把车车买 车轰我车 一车我较不 不是都在朋友面前 闹分手了吗 那为什么后来还约死者 回彰化老家 和爸妈一块吃饭呢 他们如果有需要买什么东西 或是邻女需要 做什么医美什么的话 都是由邻女开口跟死者拿的 那其实死者对他们也蛮大方的 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 有拿到一些钱 所以才会容忍默认 死者对邻女的一些 动促的行为 男女之间交往 分分合合也不奇怪 但毕竟邻婿女子 是死者失踪前最后接触的人 她有必要要把最后一面的经过 交代清楚 那你最近什么时候看到她吗 然后她说 就是15号 他们在台北一起回来 她就自己先讲 她就讲说 那16号呢 所以我们就去哪边 然后去跟家人去海边看夕阳 去叛饱 去逢甲 然后因为有争吵 然后他们把他们一家人赶下车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赶下车到你们呢 然后他们我们就去逢甲逛街 然后又去中游 然后我们就搭车回福星 然后他就跟他妈坐车回桃园 他就先这样讲 OK 好 他讲完了 在此之前 警方完全没让邻姓女子知道 张欣男子的尸体 已经被发现的事实 直到这一次的问话结束 我就拿鞠票跟他讲说 我现在有上鞠票 张欣男子的鞠票 然后再跟他问他的时候 我们全程在收证 我说收证 就是我跟他讲话 旁边就收证 你讲什么我就先把你收证起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是台湾张欣男子 张欣男子的鞠票 案有杀人 我现在这次跟你逮捕 逮捕他就上戒据 就跟他告知权利 他完全没有反应 他就一直看那个鞠票说杀人 他就一直觉得很怀疑 装无辜 他就装无辜 怎么杀人 然后他也没有反抗 他就让你上戒据 上戒据完 就换我们开始反问他 我就说 如果你有做什么事情 你应该很清楚 那到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坦白 要把这个过程讲出来 让大家也比较好做事 而且对你也比较好 因为你犯过态度的问题 他当下就装得一副 很柔弱的样子 就是一个小女生的样子 然后他很冷静 他一点都不会慌 他就很冷静 这名灵性女子 她冷静地把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她甚至也大方地同意 让警方到她家里头去看看 她应该吃定了警方 什么也受不到吧 因为所有的犯罪东西 都已经被丢进了东罗西了 而她的爸爸 当时还二度地回到了现场 他穿上了潜水衣 潜到了水里面 去确认尸体已经沉在水底了 甚至他们一度还异想天开的 想要去买食人鱼 放到溪里头 彻底地毁失灭迹 这家人以为真相 将会永远地埋在溪水里 但是灵性女子她没有想到的是 当她和她的妈妈 去盗领被害人存款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身影 都被监视器给拍下来了 而当时 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 穿的裤子 穿的鞋子 现在都还静静地 躺在他们家的衣柜里 而这就是警方上门的目的了 果然警方找到了这些 在监视器画面里头出现过的 这一套套的服装 这对母女还能够狡边下去吗 但我觉得他们这家四口 我觉得他弟弟 他的弟弟是比较被动的一个角色 他爸的角色 因为他爸是 以前是做游戚 他以前也没工作 他妈嫂他一岁而已 他也没工作 以前做直销 林书宇在做酒店 他弟也没工作 他家都没有收入 只有看他女儿在酒店上班 当时林女爸爸 跟妈妈都是处于退休状态 那弟弟就是打林工 打加油战工 操上临时工作状态 应该说他们这家都是靠林女 在酒店赚钱养家 一家人都靠林姓女子赚钱过活 关系相当紧密 更何况死者在失踪之前 还到过他们家吃饭 警方有这个必要上门查访 我们今天来是因为林女儿 有个案子 我们要来家里看一看 你如果是来温宝孔 当然你也可以去拒绝 但是我们有经过你女儿童 至少她的房间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问她 那你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吗 为什么会怕警察来看 如果你如果没有 我们看一下OK 警方当然是有备而来的 过去三天 已经调到了关键的监视器画面 有人在台北 在桃园 在台中等地的便利商店提款机 盗领了死者的存款 跟那个庭领的那个影像 而且那个庭领其中有个胖胖的 跟他妈就很像啊 那我们去的目的就是要看 他家里面有没有这些服装 我们来做个连结 一去就看到地上有一双拖鞋 拖鞋就是跟他17号 在台北市的全家里的拖鞋是一样 警方不动声色 如果说一模一样的拖鞋是巧合 那身上的衣服裤子都完全复制 甚至连体型样态都神似 那还能够辩解不是同一个人吗 又上去二楼林书宇的房间 又去主卧房林书宇跟林书宇 就是他妈妈的房间 就发现17号在桃园林的 那个爱丽达的一件黑色外套 然后另外又有一件黑色长裤 是在他的房间 那件长裤一发现 这18号在桃园的全家里的穿着的长裤 但是我们在询问说 这件衣服是谁穿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衣服就是我的啊 又怎么样 这个衣服很常见啊 这裤子很常见啊 就衣服很无所谓的样子 要不然你再问他 衣服都跟他穿一样的 他说戴口罩这个不是我 没有拍到脸 我是认为说 他的妈妈的深层的想法 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觉得他妈 比较会去做伪装 包括我在跟他交手 因为我们当警察那么多人 在跟他交手 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为以为 认为他 他都做人做表面 他对警察也是都很表面 他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那种 就是你要把证据拿给他面前看 他才要讲的那种 是屁股要挂吗 是屁股要挂 钥匙在哪 零姓女子的妈妈 怎么可能不知道 警察为什么要上门呢 但她就是心存侥幸 避重就轻 甚至还掉下了委屈的眼泪 持续跟他妈谈 他那时候他妈才在那边哭 哭说为什么女儿 你为什么警察要把你带回来家里 大费做张去看这些东西 然后你到底什么事情 你怎么警察把你上手套 他在哭 他在哭 你就觉得他哭得很假 我就说其实如果你有做什么事情 你应该很清楚 那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坦白 要把这个过程讲出来 让大家也比较好做事 而且对你也比较好 因为你犯过态度的问题 警方动之以情 但零姓女子愿意坦白重宽了吗 事实上 警方已经把监视器画面 通通掉出来了 死者失踪的那一天 零姓女子就是开着她的黑色宝马轿车 载着这一家人和男友出门 而其中有一趟路 平常开车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只要五分钟 为什么在这一天 你要花上一个小时呢 很显然在这中间你有停下来 而停下来的那一个小时 车上的人在做什么呢 面对警方的质疑 零姓女子他没有办法交代 不过他还是不肯说实话 直到警方给了他看 男友死状的照片 他的眼神开始飘忽了 警方感觉有机会突破了 劝他因果轮回善恶中有报 你还是把实情说出来吧 终于零姓女子他认罪了 他说是他一个人做的 跟他的家人通通没有关系 但是警方怀疑 光靠他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独立完成 整个杀人气势的过程呢 显然他还是没有说实话 这个张XX的座车 黑色的420奈的宝马 在11月16的几天几分 从天圣桥经过到冷顶桥 再到西湖桥 那你到西湖桥那边有 17点到18点 这有一个小时不见了啊 那你为什么 你说你们又去台中嘛 你有开了西湖吗 你说没有啊 你们就弄一弄就去台中 为什么你的车的轨迹 会从这边过来 他开车的喔 然后他说他不是很近 然后他那边状况不是很好 他忘记了什么 他就推啊 因为我们去调 调我们的轨迹跟高速公路 他7点多 从我们西湖桥到上台中 那边开了大概20 30分钟 就8点多下 你从汉堡 你一直开来我们这边 从天圣桥到冷顶西湖桥 这边不见了一个小时嘛 你又开回来 你经过这个关键的车变点 冷顶桥 你过来你照着讲 你要开过去天山啊 你没有过去啊 你为什么又回来 27分钟 那边就去市的地点 我们就说就是你 然后他还在那边推 他们就顾手而言 他一直在推 他忘记不晓了 不知道啊怎么样 好 没关系 你又讲你的 你越不承认越好 消失的27分钟 去了哪又做了什么呢 林姓女子他就是糊涂到底 警方巩固完的证据 不浪费时间了 决定直球对决 直球对决就是 我就拿给他看说 这是你男朋友啊 这天男朋友啊 他眼睛有震折住的感觉 就有吓到 因为其实那个尸体的样子 是蛮可怕的 当时他就已经有点动摇了 但是还是一直不说 他想了大概三分钟啊 那时候快五六点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赶去电影署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承认有 是你杀的或是不是 这样就好 你也告诉不是啊 不是 但是我有我的证据 我会提示给警察官嘛 你今天一定被压 女子那边我一直叫 就先要再讲 啊看你要不要讲 然后他就有点松动了 然后他就后来他就讲 最后人说我杀了 林姓女子他终于认了 不过他说 人是他一个人杀的 跟他的家人通通没有关系 林家人反应还是一样就是 实口否认没有 没有犯难 他可能觉得说 他们四个已经穿供的 很完美天衣无缝的 不会有就是破绽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 直接直接具体之后 把他带回来 然后分别问笔录 林姓女子当时其实想一间床 但是他还没有想到 我们警方掌握的资料 是很完备的 死者虽然说是五十几岁 但是他也是个男生 成年男生 并不是林姓一个人 女性可以就是轻易杀爱的 所以才会研判 可能会有共犯 那这些共犯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们 为什么会怀疑 共犯就是林姓女子的爸爸妈妈呢 因为在死者失踪的那一天 就是和林姓女子这一家人 一块地坐车出游 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林姓女子的妈妈很难突破 倒是他的爸爸很干脆 他一口就认了 他说 因为那个男的 对他的女人很不好 一个大男人动手动脚的 他一气之下 才会想要用黑道的方式 好好地教训一下对方 林姓女子的爸爸说 人是他杀的 跟他的家人通通没有关系 我要在亲的安全 我有想起来的事情 我知道他在卡片头 他不知道消费 跟他等在这附近 你怎么 就是要逼我先生讲 还有我叔叔讲过来 我要全程让他实行 说出来 那是 还有性格 照片一块的性格 从头到尾他们一家四口 就他的态度让我觉得 他的态度让我觉得 最不配合也好 或是说 明明就是他有 他又装得一副好像 就是没有 然后就是警察 也没有办法给我怎样 他承认了人 人 他杀的 那真的是他杀的吗 你女儿才 多高 借多重 他一个人可以杀吗 那纵使你没杀 那你有在旁边看 你也知情 就算女儿都高了 但灵性女子的妈妈 还是识口否认 没有想到却一句话 说溜了嘴 那领钱那个明明就是你 你那些是你 他说他没有 我说你只要跟他说 那些是你 他说 纵使有领钱 他那个钱又是不义之财 他这样跟我讲 那时候我就火到 我就跟他讲说 那纵使不义之财 你二万年要叫警察 你怎么可以拿去你的口袋 不是吗 就算有领那又怎样呢 那也是不义之财 灵性女子的妈妈 竟然把这句话 说得多么理直气壮 妈妈那时候说一句话 让我们很正直说 他那些钱 我们拿来用刚刚好而已 他只说你那些钱刚好 他中人就是这 欺负我女儿 他常打罵我女儿 而且他是在做这种偏门的 而且他好像曾经要利用 他们家人的账户 去做洗钱 事实上他很反对 他女儿跟这个人交我 他认为说我把他领钱 他这个是不义之财 那我就觉得说 你这个观念怎么对呢 不义之财 你就忍就把他杀掉 当然你疏离他可能有一些委屈 交男朋友 交男朋友你离开他就好了 我怎么有那么成立的动机 就是他 虽然他们说不喜欢这个男孩子 但是他还是末日 这个灵女跟他们继续交往 你灵女也自己愿意跟死者继续交往 就是一直纠缠不清的状态 所以说他是持续断断续续再交往 然后又在一起 然后是不是后来假的 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行 要实际杀你的知名 来弄你的钱 爸爸是说他们杀的东西是 这个男生对灵女很差 所以才一死气 气氛才杀 并不是预谋杀害的 这一个说辞 就是灵性女子在认罪之后 坦承犯案的第一个版本 原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出游 却因为发生了口角 不小心把张姓男子给打死 灵性女子的爸爸一个人悬扛了 理由是为了保护女儿 他指控死者是黑道 经常对女儿动手动脚的 他只是以黑道的方式 教训对方一下而已 那事实上根据我的笔录 他是讲说是他姐说 想要把他弄掉 然后他爸说 OK 你要把人带来 我来处理 有动机是零食物语 执行是他爸 这一家人的说辞都有出入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谋者呢 地理说 当初是姐姐打电话回家 说他又被欺负了 爸爸听得很生气 就要姐姐想办法 把张姓男子 从台北约到张化来 而当时一家人 甚至还在张化台北 分隔两地 开了一场视讯会议 爸爸妈妈负责要购买工具 去勘察气势的地点 甚至连弟弟的朋友 都被牵扯进来 他被分配到的工作室 去准备安眠药 而张姓男子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开开心心 陪着女朋友 南下张化的老家 而就在汽车旅馆 度过了他人生 最后的一个晚上 那个晚上十点钟 林姓女子的爸爸妈妈 竟然跑去东罗西 勘察气势的地点 而隔天一大早 林姓女子的爸爸 就把空心砖 麻绳 还有黑色大塑胶袋 都事先放到了 预定的气势地点附近 等到了当天 周五十一点三十分 林姓女子和死者 从汽车旅馆退访 林姓女子的妈妈 已经把这个安眠药磨碎了 然后放进白色的饮料里 死者他怎么会知道 当他们一块开心地 前往汉堡师弟游玩的路上 林姓女子这一家人 和他有说有笑的 其实每个人心里头想的 都是在等待药效发作 之后要怎么杀死他 整个过程回想起来 怎么不令人猫骨悚呢 爸爸他是在什么时候 跟你讲说 我们要动手 这件事是当天 当天十六号 那时候姐姐回来了吗 他是跟张先生 是从十五号回来的 在哪里跟你讲 当天几点跟你讲 姐姐去汽车旅馆那一天是十五号 跟张先生回来之前 讲的还是 以前回来才讲的 等我一下 我讲一下 就我跟我爸在准备的时候 就有讲 但是那时候他是叫我 把风而已 他们没讲得很清楚 你就知道要杀掉 杀掉杖 我只知道要处理掉 不是杀掉 处理掉就是杀 杀的意思是一样的动作 那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会讲得很清楚啊 一定会先讲好 要在哪边啊 要用什么方式啊 一定会大家先讨论一次吧 我知道的时候 这件事是临时 是真的是临时 而且又很急 就地点也是 爸跟我妈去看的 所以你们前一天晚上就 就已经开始在计划了 嗯 应该是 因为我姐姐那时候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被她说她欺负了 从之前 跟她在一起在台北生活的时候 跟她说 她如果说她就说 她常常打 跟她再跟她搶她 她欺负了 她黑道嘛 她如果你不服从 我要叫黑道 来对你们家怎么样 她的讲法是说 我们家有说 被她做胁迫啊 她没想做反击啊 但是因为她死掉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求证她住 这边变成 她当面这样讲说 她可能有 这样子 她可能是做 骗门的 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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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用这种角度 你跟她这些角度在说 2021年10月12号 林姓女子又打电回家 跟爸爸诉苦 为了帮女儿出一口气 这家人竟然起了 可怕的杀人念头 要杀她这样计划多久 这样问我姐姐 姐姐跟谁计划的 因为是我姐姐 主动找我爸妈的 结果是陪同的 什么时候还死牌 你知道吗 我不懂 其实在我们演判 可能是林女想摆脱 这个死者 那想借我这个机会 在她身上拿一笔 大笔的金额 所以才会从台北把设局 带她下来 彰化这本杀害 因为她知道 死者身上有金融提款卡 那里面都有一些存款 所以她想把杀害之后 拿里面这些存款 她12号打钓回来 她爸就讲了 你把她弄回来 处理她来处理 你几天前就夾回好了 你 你多久之前就夾回好了 那说这个计划 这两个计划 他们都在自己的 那如果说夾回的时候 你16号还是 你这是当天说的 16号当天说的 对 你这是当天说的 就是你15号就来看地方了 那我们在看电视 那我们在看电视同意 你说15号我们就去看地方了 你15号就去看地方了 对啊 就是那种的啊 就是义务遇先在电视同意 他还在台湾上 你这样啦 在外面其实是要把他手 他还在看他的态度了 案发前四天 他们就在预谋 要将死者骗下来 中南部杀害 那他当时就分工说 林女在台北 那爸爸妈妈跟弟弟在家里 他们就有开视讯会议 就是开会要讨论谁分工 那绳子那些 你知道在哪边买的吗 那可能我不知道 那会不会我爸 很怕 那可能是我爸买的 我上哪里 绳子 你怎么像是在荡堂上 15号的22点 跟他妈去看现场 16号的清晨 清晨一点多 他跟他儿子去载空心磚 16号的清晨7点多 他跟他儿子把空心磚 绳子跟黑色的塑料袋 去放在本来就预知好 要欺慕的地方 所以说他这件事 从一开始要预谋杀他 结果爸爸把后面 要欺慕的地点都找好了 杀了地方 照他的套路再走 版本 教育的版本一件 林女部分就是负责把 死者带下来 那爸爸妈妈的部分就是 去买绳子 空心磚那些 要弃食的工具 弟弟的部分就是 妈妈交代弟弟去找安眠药 那弟弟就是透过朋友的关系 去拿到安眠药 所以他们分工还蛮详细的 那案发前几天 林女从台北把 死者带下来的结果是说 我们就去中部晚几天 死者也不宜由他就下来玩 然后就是回家 回老家周游也好 他们第一天是去 鹿港老街逛街之后 住汽车旅馆 死者跟女友 入住汽车旅馆的那个晚上 没有想到就在同一时间 女友的父母和弟弟 竟然在彰化忙着 准备杀人工具 以及勘察气势的地点 你们去杀害他的地方在哪边 杀害他的地点你们之前就去看过了吗 杀害地点是什么 就是你们 公里市的那个地方 这里是哪里的地方 还是已经赶到这里的地方 没有 那个 那个位置嘛 对 那个位置 为什么会知道是吗 对 那个位置是我爸那时候 我爸早就知道 那时候我爸 我爸有带我妈去那边泡脚锅 但是这个 一家四口父母亲 女儿 儿子 分工那么细 然后还齐前就串供 我最后可以接受的是 因为前一天晚上 我的女儿林叔 也是在跟她男朋友 在七月旅馆在睡觉 当下她的父母亲 是在看那个地点 准备要把她做掉 在鹿岗睡了一晚 隔天将近中午前退房 就直接开车到了林家 死者浑然不觉 她正在一步步踏入 这一家人准备好的死亡陷阱 林女跟死者 从七色旅馆退房之后 就买个买着午餐 到老家跟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一起吃午餐 这时候弟弟将安眠药交给妈妈 妈妈进到厨房 将这安眠药抹 所以之后放进去 一样是白色液体 她的安眠药是白色的 那溅肉的也是 都是白色的饮料 所以夹进去是 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把安眠药抹成粉之后 丢进去溅肉里面 那有林女拿给死者喝 那就亲眼看到她喝完 喝完之后等到药效发作 可能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提议说 要去漢堡市里走走 那死者也不宜由他 就跟着他们一起出门 所以他们是一家五狗 当时是蛮融洽的出门的 他们一家人 明知要把你杀掉 还是很好一起在车上 有说有笑 吃蔓越莓 喝渐若 开到那边之后 看死者药效发作 快点昏昏欲睡了 那将车子停在 汉堡市里旁边的路边 那妈妈跟林女下车把风 是爸爸拿着绳子 将死者热避纳 弟弟失败旁边 就是协助抓人 那你们是用热的还是用手热的 还是用绳子去 用绳子 用绳子 很用力吗 用绳子很用力吗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看 反正就是用绳子的 林姓女子的爸爸将死者勒死之后 一行人上车 继续地开到汉堡湿地的 某一处的空地 将尸体从副驾驶座搬到地上 脸遮住嘛 把他捆 那脚先固定 他把他丢到后群里下 他们在海边抽烟 就是林姓 比如对我讲 他们在抽烟的时候 那个时候 林姓有在哭啊 他说他如果东窗事发 怎麽怎样 他要怎麽扛 然后他爸就说他要扛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先讲好供词 就说他们如果有问啊 就说什麽 他们去逢夾啊 被他吵架 被他骂嘛 骂嘛 他们就怎样 他们就在那边就弄好 那你们都在车上 你们不会害怕吗 他已经死在车上了 就在你前面 那你 那你们在车里面 衣服盖上 那他抓在前面 安全带还系着嘛 那这样啊 对啊 他没有倒来倒去嘛 那就是绳子架住吧 架住那里 对 把他继续扭着 对 所以他就把他盖一件被子 戴一件外套 然后滴结下去 送到他去搬 然后他开到那个地方 二十七分钟 他们就是把他弄下去 所以说他这件事 从一开始要预谋杀他 结果爸爸把后面要棄尸的地点都找好了 杀的地方 他都去 只是他照他的套路在走 版本 叫也扳本一件 这里 是吗 这里 应该是在这边 扑下去 对 这里 你在这边 你在这边 就东西是从这边扳出来的 从这边 后车的箱 从这边打开 打开 然后他跟你把他搬下去 我提过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平 这样子下面有个平台 平台下面 他在下面弄 你这样车子开过去也看不到 他能先下去 还是能先滚下去 对 滚下去 在这个地方 它是尸体在这里 等尸体下去跟我爸说 反脚 就我爸半头 就慢慢地移到那个区域 那个草子 对 躲在那边 躲在那边 对 躲在那个区域 对 去怕 那再来 之后就开始包装 你跟昨天记得用意是什么 就是 不想看到 不想 不想让他看到 我不知道 谁跟你这样 谁这样子教你 我不知道 麻省跟空心端 绑在死的尸体身上 那将尸体连同空心端 一并丢到溪里面 然后水太浅 然后他又说他爸又 把它拖到中间一点 然后他爸还 预知一套干净的衣服 因为他知道他会下手 所以他又在那边又换衣服 换裤子 又上车 郁蒙 连这个他都想好了 林姓女子的爸爸 亲眼看到尸体沉下去之后才离开 一家人把车子往北开到台中 丢在福星北路 开始到处地盗领死者的存款 他们当天 起尸之后有搜刮 他身上的一些贵重物品跟提款卡 就我们了解起来 那个死者会把密码贴在提款卡上面 那可能他们一起去提领的时候 林女也有看过死者提领的画面 那有这机会把密码记下 他们知道死者有将他的提款卡设定 一天可以提领50万元 就最高限额是50万元 所以他拿了三到四张卡 去每家超商提领50万元 所以才要分两到三家的超商提领 领了四百多万 一家人到处吃吃喝喝 过了两天不放心 还特地跑去台中 买了潜水妆 你有想起来那个潜水妆去啊 你买的有想起来 这个潜水妆是准处买的 准处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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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知道 一套多少钱 一套 都不钱多 他们就是怕他会浮起 然后他们去买青蛙妆 蜡烛他们两个 他们这个跟这个 穿那个潜水妆下去 去看他尸体有没有浮起来 林兰爸爸还有拿一支 差不多这么长的铁条 然后把它抹尖 然后拿去现场用铁棍刺尸体 那我们事后问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他要让他尸体里面的气体消失 让它沉下去 所以就很意想天开了 他想说让它不要浮起来 然后他又去拿石头把它加压 拿二三十颗的石头压在石头身上 然后让它再沉到水底下 后续做手机见识的时候 有发现他们一家在气室之后 还曾经意想天开的 想去买食人鱼 作为灭尸的动作 我们觉得说 怎么会有那么意想天开的想法 说想去买食人鱼 丢在东螺溪让它气室 就是把尸体咬掉 就是灭尸 那林兰是他把 这个尸体丢入东螺溪的时候 他有抽一根烟 把那个烟往这个东螺溪这样丢 他说兄弟 哪里 我这些人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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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用台语这样讲 那你说他有什么亏欠吗 他有什么亏欠 他是把它做掉啊 我能把你杀掉再说对不起 那看法官要不要饶你 那如果这样的话 天下就乱掉了啊 林兴这家人分工合作 他们想尽办法 要让一个人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但是他们却没有料到 他们选择气室的地点 刚好有不肖业者 任意倾倒的废弃物 导致这个河床被垫高了 水深变浅了 加上连日来的大雨 就算四十公斤的石头 也压不住真相了 尸体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这家人绞尽了脑汁 密谋杀人 他们绑砖块 他们蒙眼睛 但最后还是 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其实我们担任中的刑事工作 我们定期都有在拜拜 那我们当下就是 当天是我们小队长 跟着同事去顺德功拜拜 那就是祈求我们工作顺利 按针完备 就是出入平安这样子 那拜完拜 相隔不到十到二十分钟 就接到队长说 我们小区内有发生一件水油石的案件 大哥要上岸了 大哥要上岸了 我们反而是把他当作说 可能这个死者有愿意 想请我们帮忙这样子 这件 我觉得 他们也认为 我感觉 我觉得 他也磕死了 磕死了 他认为说 警察应该不至于他们快找到他 他们认为说 他这样应该不会浮起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就浮起了 因为他有两块的那个 空心砖 他这样压 因为我去 大家去做了解 像我们的体重 比如说七十公斤 你的水的浮力 包括你的载重 除非你比我们的体重大上成倍数 不然你这样弄 基本上你身体的胸脏 我觉得还是会上的 刚好那几天有下大雨 可能是下雨 这也是一个迹象 让河水冲刷力度变得大 然后让尸体浮起来 因为我觉得 我们从这个案子 从二十九号发现 你这样子文一确认 你说身份确认这样去推 我觉得这个具体有点 曲折也很紧冲 但是为什么会那么顺利 我就觉得说 怎么讲呢 这个有点鬼力贯神 但是我是不会去很迷信这个 但是因为我们当差 有时候办很多案子 都冥冥中就是觉得说 怎么都很多 很多那种巧合的点 我去那个 路上听到说 我去拜祖祖 我就跟祖祖 说 祖祖 我去报名中 看文篇 前几天 有一个命案 一个十八把眼睛打起来 行屋 把眼睛打起来 在那里 在水里 转下去 簽网说 你保密可以找到 他的机会 和魂关故里 我就去求他 然后就 因为我自己想了 我想说他把眼睛打起来 我说他拜祖祖 他说 希望千里眼 将军把他开眼睛 让他回家 然后我们要转身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那个千里眼睛 把我们眨眼睛这样 所以我就当他觉得 这个案子很破 明信女子一家人 谋财海敏 全家人都是杀人犯 检方认定 恶性重大 见请法官 崇洞亮起 我们也一直觉得说很 憧憬 这么久都没有遇过这样的案件 因为一家人 要一起杀一个人 其实我们在后面了解 想这么做的事的灵女 但是怂恿者是他的妈妈 可能比较爱钱吧 对 因为在家里大小的事情 都是他妈妈在主导的 郭伯迪亲的案件 我有想起来的事情 我知道他的卡片 他不知道消费 跟他在这附近 我要逼 逼我先生讲话 还有我书衣讲话 我要全程让他实情 说出来 他还有信卡 上面一团的信卡 我觉得他灵女 他们一家 受到妈妈的影响很大 因为妈妈的一些 给他灌输的一些概念 都是很不好的 就是 你要赚钱回来 或是要赚他大钱 然后这笔 前470万 都提领回来之后 都是交由妈妈在负责 他也没有做分账 所以全的都是在妈妈那边 我有存进去 我是分开存的 存傍来引他 跟那个消费引他 他去做非法的 他自己他有被抓 他的行为 他是要另外被法律来制裁 那你不是啊 你也不是说 你要替天行道 不是 你是因为你女儿被他打 你重点是你要去领他的钱 你这个东西你要怎么解释 过时我做警察 你跟他说我听不到他 你给人家台事 你给他钱领四万四十万 给你的口罩 你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拿去保管 有这个道理吗 那他钱有分你吗 没有 你拿到多少钱 我没有拿到多少钱 你那时候处理掉 那天拿到多少钱 那你至于说 谁有真心的回忆 我是觉得他弟很无辜 他有说 他们都是我家人 我只能这么做 所以感觉弟弟有一半是破语无奈的 他弟叫的感觉就是 他就熟悉了 老婆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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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熟悉 他说他话 在林林弟弟的手机里发现说 他其实蛮埋怨妈妈这么做的 就是这些事情 都是妈妈想叫他去做的 但是为了家人 他不得不参与 他也在手机里面抱怨过说 他今天会这样子做 都是他妈妈害了他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是沈梁翔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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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